走 不可能 我们十个人 竟然被一招打败 好强 完全反应不过来 这怎么可能 你看清了吗 我看到了什么 十个 我看到了十个孟师兄 这就是秘技吗 竟然恐怖如此 吴大师兄 要不咱俩也练练 胡琪 院长 要不你也上去 跟他练练 是 师弟加油 未来 是你的 自从梅师兄 离开道院住了御阳宫 我以为寺院之中 下一个无处秘技的 会是我 没想到 孟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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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脱胎解 圆满 当真气全力汇聚 境界标志便会自然显现 做不得隐瞒 从目前来看 无大师兄和孟大师兄 都是使出了权力 道院排名第一的 无奇大师兄 对阵道院第一个 悟出秘技的孟师兄 这个就刺激了 你很好 孟师弟 这就是你的秘技吗 叫什么 三秋叶 好名字 好名字 无大师兄竟然 被压制了 这就是秘技的绿莲法 连已经脱胎性圆满的 大师兄都被压制 不 大师兄还没有用出 神尊跟剑 暗云波 终于要来了吗 真不愧是秘技呀 即使孟师弟 只是区区洗髓 竟终起 但凭借三秋叶 竟然可以在速度上 碾压我们 不枉费你这一年 荒废境界 脆心密技 要换一下 你怎么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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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些人 孟师弟 进入脱胎境后 最重要的不是真气的增加 也不是铁质的增强 而是我们可以打造神尊根基 让我们提前招呼一丝神尊之力 只有打造出神尊根基 才是真正的脱胎境 孟师弟 品尝一下我的神尊之力吧 求之不得 根基术 还没来得及出招 就被孟川秒了 你就睁大眼睛 认真见识一下神尊根基术吧 暗云魔体 从现在开始 你的攻击对我无效 是吗 好 三千夜 记忆爆发 越来越快了 不仅能吸收攻击 还能反过来强化自己 你的神尊根基 是稀释之力吗 师兄 发现了吗 但是好像 没法离开原地 师兄 知道我为什么取名为三秋叶吗 因为三秋叶也有三种 一日三秋叶 一秋更比一秋凉 今日 得让师兄见识下三秋叶的群猫 大风哥 第一级 悲善化弃 夏秋叶 '我宋猫' 就是温哥 秦 Allies 全大就社 全大就社